我直播算命 户外探险主播非要跟我PK 他们在黑漆漆的废弃工厂挑衅我 你要是输了的话 就给我们一人打赏一热气球 PK完毕 我愿赌服输 直接给他们打赏了四个热气球 对面主播狂喜 哈哈哈哈 你手抖了吧 我们只有三个人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没手抖 你背上不还背着一个吗 一 我是玄清观道教学院首届毕业生 前段时间开直播算命 又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总算完成了我的毕业论文 今天毕业证书拿到手了 道教协会发的从业资格证也到手了 我躺在床上混吃等死 可师父却直接把我床掀了 毕业了还敢吃白饭 跟我出去找工作去 哦 我拎着家伙时 去天桥底下摆摊去了 摆了三天 木赚二百块 第四天我躺在家里 打死也不出去了 我又想到我第一天直播的时候 网友给我打赏我居然还拒绝了 说什么 我不差钱 造孽呀 心里一阵天人交战 我还是决定向现实低头 从床上爬起来打开了电脑 一个月没直播 我都有些生疏了 我摸索了一会儿 打开了摄像头 本以为直播间会很冷清 可没想到几秒钟后就近了人 我去还真是心仪大师啊 呜呜 我等得花嘟谢了 我愣了一下 有些心虚的摸了摸鼻子 我之前有些事 心仪大师算命吗 我等不及了 加一加一 我点点头 等直播间人稍微多一点吧 不过我得跟各位说一下 因为某些客观原因 我现在算命是要收费的 一挂 我翻了一下礼物栏 挑了个合适的说道 一挂一个热气球 大家量力而行 这个平台的热气球不算贵 但也不便宜 一千块一个 分到我这大概五百块 我觉得 我应该是值这个价的 可直播间的人 却不这么认为 终于要收费了吗 我就知道你是个骗子 要割韭菜了 真下头 取关了 我还以为真是个大师呢 还有不少人为我说话 大师也要吃饭吧 白条挡滚啊 心仪大师有真本事 这个价格不算贵吧 我有些无奈 在等直播间进人的时候 我随手一碰 不小心按下了主播 PK按钮 刚准备取消PK 那边已经其他主播连线上了 直播间又吵起来 哟 这就迫不及待 想让我们给你送礼物去PK了 吃相太难看 心仪大师别理他 我支持你 我看了一弹幕就没再管了 对面主播的昵称是探险三兄弟 他们的屏幕黑漆漆的 一阵稀稀疏的响声以后 才亮堂起来 三个中年男人的脸凑在一起 中间的人嗓门很大 家人们支持一下 咱们打败对方主播 我们三兄弟 带你们进去到这废弃工厂探险 他镜头一转 一座破败不堪 杂草丛生的废弃工厂 出现在镜头里 门口倾斜的牌子 隐隐约约能看清字 华安工厂 有网友认出了这个地方 华安工厂 这个地方出了名的邪门啊 这三个人胆子真大 看了就剩人 不会出事吧 说实话 我还真好奇里面有什么 有不少人都是这个想法 所以对面立马就有人给他打赏 催着他赶紧进去看看 还有个财大气粗的大哥 直接打赏了一个梦幻城堡 三兄弟眼睛一亮 喊得更卖力了 谢谢大哥的捧场 好 我们现在就进去看看 他们拿着手机 一边跟观众互动 一边往废弃工厂里面去 镜头晃动 我们只能听见 他们粗重的呼吸声 和杂乱的脚步声 随着他们的不断靠近 手机信号也开始变得不稳定 我沉默了许久 在他们的手 碰到斑驳铁门的时候 终于出声提醒 奉劝你们一句 别作死 啊 有些上头的三人 和直播间的网友们 这才注意到我 看清楚我的直播间名字 和昵称后 愣了一下 算命直播间 哈哈哈哈 家人们 原来对面是个神棍啊 小姑娘年纪轻轻 还挺有想法 你刚刚说的话 是什么意思 他们三人一人一句 倒是默契 我没什么表情 看着他们的背景 一字一句道 读音不声 姑娘不长 这个地方阴煞之气很重 你们确定要进去 兄弟三人对视一眼 又看了看背后的废弃工厂 善笑道 小姑娘别胡说 就是 我们可不是你能唬住的 我的直播间里 粉丝又跑过去劝他们的 你们别去了 心意大师很厉害的 他说有问题 就肯定有问题 进去可能会出事的 是啊 心意大师的话不能不停 三兄弟脸色一变 神色透出一丝犹豫 就在这时 他直播间的那位大哥 刷刷又打赏了两个梦幻城堡 加起来都快一万块了 他打离行字 快进去 进去之后 我再给你们打赏十个城堡 三兄弟一看见这句话 眼睛都亮了 当即什么也顾不上了 大哥说话 我们肯定听 进 我们现在就进 他们一边推门 一边对着我道 小姑娘是看 我们赚钱养红了吧 哥哥教你 你以后直播少穿一点 这样肯定会有人给你打赏的 哈哈哈哈 我面无表情的看着他们 真是找死 原大老板打赏了5X梦幻城堡 绚丽的特效 直接把我扎懵了 然后我就看到了 那位原大老板的弹幕 干他 心意大师别担心 我帮你打他们 我看着他的昵称 大概猜到他是谁了 之前我帮他处理过一些事 他会出现在直播间 我还挺意外 对面一看票数被返超 当即就急了 又是扯着嗓子 在直播间拉票 又是加快了 进入废弃工厂的速度 他们推开厚重的铁门 直接进入到了院子里 其中一人出了个馊主意 那位心意大师 不如我们打个赌吧 我抬了抬下吧 赌什么 他笑道 这场PK要是你输了 你过来给我们兄弟三人 一人打赏一个热气球 我们要是输了 就过去给你打赏一个城堡怎么样 他倒是惊得很 不管怎么样 他也不吃亏 我点点头 行啊 一听我答应了 他们拉票拉得更凶了 还往那个废弃工厂里面走 企图刺激直播间的观众们上票 原大老板一听这话 啪啪打字 心意大师别着急 我来给你上票 我抬手给他进了言 然后给他发了条私信 不用上票 对面的票数飞快上涨 我怀疑那位土豪大哥 估计又打赏了不少 PK倒计时就快要结束 三兄弟兴奋极了 一边听的大哥的话 进入了废弃工厂内部 一边转换摄像头 让观众看清楚里面的构造 摇晃的摄像头里 工厂里空荡荡的 桌子一气 东倒西歪到处都是 褪色的帘子被晚风一吹 就荡来荡去 摄像头左移 面前突然晃过来一黑影 直播间的观众都被吓了一跳 三兄弟其中一人 笑嘻嘻把那东西拨开 家人们别害怕 这只是一条麻绳 他有些困惑得自言自语 真奇怪 这里怎么挂着这么多条绳子 直播间的网友们 有些开始害怕了 主播 你们要不还是快走吧 这个地方看起来真不对劲 不是看起来 是确实不对劲 我老家就以前就住在这附近 听老人说 这里面死过人的 我去 真的假的 我刚刚查了一下 白燕镇华安工厂这个地方 40年前上过新闻的呀 说是老板携款潜逃 工人们要不到钱 还被骗走了积蓄 纷纷在工厂上吊了 死了十几个人呢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太可怕了 三兄弟此时也看见了这些评论 网友们不知道 他们其实在进入这个工厂的时候 就感觉出来不对劲了 但是又舍不得那么多打赏 硬着头皮进来了 此时更是开始发怵 就在这时PK结束 他们的票数领先了不少 围守那人赶紧催促 小姑娘快点来打赏吧 可别耍赖啊 我点点头 当然愿赌服输 我直接跑到对面直播间 给他们打赏了四个热气球 说实话 这是我全部的积蓄 但我不在乎 因为我知道 这钱我很快就会赚回来 三 哈哈哈哈 你手抖了吧 我们只有三个人 你居然给我们打赏了四个热气球 小姑娘 这钱我们可不退哦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 淡淡道 没打赏错 你背上不是还背着一个吗 我这话一出口 对面顿时安静下来 那人瞪大了眼睛看着我 张了张嘴 却半天没说出一句话 主播怎么了 不会真被对面那片子吓到了吧 哈哈 他就是手抖了一下 故意给自己找不闹 其他两人也注意到了他的异常 从旁边凑了过来 怎么了 那人惨白着一张脸 冷汗顺着鹅脚慢慢流了下来 在开口时连声音都在颤抖 我感觉到了 两人急了 什么呀 你把话说清楚 他看起来要哭了 我感觉到我背上真的有个人 那两人神色一僵 互相对视一眼 他们看直播间都在讨论 连忙解释 哈哈 咱大哥就是幽默 家人们别害怕 大哥贪笑呢 他们三人真的是亲兄弟 姓石 这个直播间刚开没多久 却已经收到了不少打赏 他们可不想前功尽弃 他身体都快抖成筛子了 真的有 他就趴在我的背上 你们看不见吗 石老二强装镇定 大哥你最近演技又变好了呀 三弟你别扒拉我呀 石老三愣了一下 我没扒拉你 石老二 他看了看离自己有几步的大哥 又转头看了看一脸猛逼的三弟 身子不自觉开始抖起来 刚刚真的有人在摸他的脖子 石老大受不了了 直接跪在了地上 小姑娘 不不不 大师 你救救我们吧 我受不了了 您快点帮帮忙 把我背上的东西弄走吧 什么也没感觉到的石老三愣住了 大哥 你这是干啥 难不成还真有 他的话戛然而止 其他两人连忙看不去 只见他捂着自己的脖子 脸色占红 眼球往外秃 倒在地上不停挣扎 眼看着就要绝过去了 我目光一凝 咬破中指 把血抹在他额头上 接下来我念一句 你跟着念一句 快点 石老大彻底回神 二话不说 咬破中指按在了弟弟的头上 我沉生道 五星阵彩 光照玄明 千神万圣 护我真灵 巨天猛兽 制服五兵 五天魔鬼 亡身灭形 所在之处 万神凤银 急急如律令 石老大结结巴巴的跟着我念 随着最后一句念完 石老三猛的一蹬腿 倒吸了一大口气 脸色终于缓了过来 他吓坏了 刚刚 刚刚有人捂住了我的口鼻 直播间的网友们也被吓坏了 真的不是演戏吗 好吓人啊 这是撞鬼了吗 还不会是华安工厂 几十年前死了的 那十几个人吧 心仪大师的话不能不信啊 然而此时 石家三兄弟哪里还有空去看弹幕 他们跪在地上 朝着手机磕头 心仪大师救命啊 我们年纪轻轻 真的不想死 我一边收拾家伙时 一边道 先说明一下 我出外勤是要收费的 石老大连连点头 好好好 只要您来救我们 价格好商量 有网友不满 你这不是趁火打劫吗 我还没说话 石家三兄弟先不乐意了 闭嘴吧你 大师您别介意 别介意 就在刚刚 华安工厂的大门 已经打不开了 他们尝试了各种方法都出不去 眼下是被困死在这里了 电话短信都发不出去 只有这个直播间还在 心仪大师 就是他们唯一的希望啊 我把包往肩上一甩 拿着手机就出了门 直播被我换在了手机上 我叮嘱他们 我过去得要一个小时 你们自己坚持一下 三兄弟 大师 我们坚持不住啊 四 你们找找身上 有没有什么可以取鬼屁鞋的东西 比如桃木制品 狗牙 五弟钱什么的 三人欲哭无泪 童子尿行不行 我看了他们一眼 胃破身的男子体内之气 叫做纯阳之气 童子尿确实阳气重 可以抑制纯阴之气 只是你们 他们三个一看就三四十岁了 太好了 有救了 十老二十老三喜行余色 转头看向十老大 大哥 你快点去尿 十老大 直播间的网友懵了一瞬 然后沸腾起来 哈哈哈哈 看不出来啊 十大哥牛逼 哈哈哈哈 十老大仗红着一张脸 磨磨蹭蹭往旁边去了 伴随着让人尴尬的水声 我在等公交 他们愣了一下 然后恨铁不成钢道 大师您打个车吧 车费我们报销 我看了他们一眼 早说吗 坐上出租车的时候 十老大已经尿完了 他系着腰带走过来 大师这怎么用 我认真道 你们把童子尿抹在身上 尤其是四肢 别用完了 记得留点 找个地方躲好 把童子尿撒在周围 默念我刚刚交给你的驱轨咒 坚持个几十分钟应该没问题 十老二十老大对视一眼 然后将视线移到十老大身上 那个 表情复杂 我没在意 忙着给直播间的网友科普 你们平时撞鬼的时候 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不过我还是建议你们 去玄清罐求个平安符 都是我师父亲手画的 管用的很 五 华安工厂里 三兄弟缩在一起 躲在墙角瑟瑟发抖 工厂里漆黑一片阴风阵阵 他们抱着手电筒 尽管身上的味道难闻 可他们一动也不敢动 一边默念着驱轨咒 一边祈祷 快些有人过来救他们 嘶嘶嘶 呲呲啦啦的声响过后 手电筒突然灭了 工厂彻底陷入一片黑暗 月光从很高的窗户照进来 只能照到极小的一块地方 那里挂着十几条绳子 石老大鼓足勇气 抬头看了一眼 这一看 差点魂飞魄散 啊 他一屁股坐在地上 瞪大了眼睛 抬头看着 鬼有鬼 两个弟弟顺着他的视线 抬头看过去 只见十几个人影 挂在横梁上 无风自动 在上面荡啊荡 啊 哎呀 几个人鬼哭狼好起来 别哭了 清亮的女声在工厂里响起 兄弟三人这才响起 直播还开着 他们握着手机 颤抖着声音 心仪大师 你到了吗 没到 此时的我 还在赶去的路上 出租车师傅说 这边邪门 不肯往这边开了 我只好不行走过来 我安抚他们 他们一直挂在那 只是你们没发现而已 现在阳气流失 自然能看见了 别耗了 你们越害怕 阳气流失的越快 三人齐齐闭嘴 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声 六 兄弟三人越来越冷 冷得像是被扔进了冰窖 十老大看着头顶的横梁 小心翼倒 你们看看 是不是少了一个 十老二和十老三文言 浑身一震 抬头看去 一二三四十三 确实少了一个 还有一个去哪了 月光不知不觉洒了进来 十老三看着地上他们的影子 整个人开始剧烈颤抖起来 十老二撞了他一下 你别抖了 十老三只着地 嘴唇颤抖 说不出话来 其余两人定睛一看 那地上骤然出现了四个影子 啊 几人尖叫着爬起来就跑 腿踏出那个撒了童子尿的范围后 周围阴风乍起 几簇头发式的黑线 从阴影处爬出来 迅速攀上了他们的脚 三人狠狠摔在地上 黑线拖着他们不停后退 最后一扬 将他们吊在了横梁上 黑线缠上了他们的脖子 空气被急速掠夺 大哥 快 快尿尿 大大哥 十老大脸色涨红 挣扎到 尿不出来啊 就在三人绝望之际 门口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随即铁门被人一脚踹开 我一进门 就看见他们三个被吊在横梁上 双腿在空中乱蹬 拖鞋 去 我将身后的桃木剑一抽 朝上方之去 桃木剑冒着金光 精准无误地从他们头顶划过 斩断了黑线 十家三兄弟跌坐在地上 大口喘着气 我走到他们面前 弯腰看了看 再迟一点 你们阳气都要吸完了 十老大最先回过神 打住 别再靠近我了 不然我会杀人 他们身上的味道实在是 一言难尽 说话间 原先断掉的黑线再次聚拢成形 他们涌动着慢慢拔高 最后成了人形 三兄弟惊恐地躲在我背后 大师 这是啥呀 我神色微宁 沉声道 这是鬼煞 鬼煞又称地煞 不怕阳光 可以凝聚成实体 需要活人的精血阳气为实 这种有了实体 会主动攻击人的鬼物非常棘手 好在 这只鬼煞应该刚刚成形不久 我看了虚弱的三人组一眼 他们的阳气 怕是促进鬼煞成形的最后养料 我从包里掏出驱鬼符 给他们一人塞了一个 找个地方躲好 别来碍事 他们求之不得 钻紧了驱鬼符 就赶紧跑开了 气 鬼煞 我以前也想过 可十几个冤魂形成的鬼煞 我确实是没见过 我手持桃木剑 抹上一点指尖血 低鹤 天地玄宗 乱起本根 桃木剑从上到下 开始泛起金光 我一脚踩在旁边的桌子上 朝着鬼煞横踢过去 鬼煞怒吼一声 手掌一翻 直直朝我拍了下来 桃木剑刺透了他的手掌 冒出屡屡黑烟 可我也被他的手掌掀翻了出去 我拽住挂在横梁上的绳子 勉强稳住身形 暗叹着鬼煞不好灭呀 我思索了一会儿后 拿起了挂在胸前的手机 直播间突然出现我的一张大脸 把网友们吓一跳 我看得正起劲 心意大师 你别吓我 呜呜 妈妈 我看到活的鬼了 前面的你要不要看看 自己在说什么 心意大师 你虽然长得很好看 可你不能这么吓我呀 我善笑一声 抱歉 我先退个直播哈 你们看对面主播的就行 说完后 我直接退出了直播间 给我师父打了电话 而鬼煞的手掌 在这段时间里已经复原了 他被我激怒 气势暴涨 我一边躲避着他的攻击 一边跟师父通话 师父 十几条冤魂形成了鬼煞 怎么灭 师父猛地咳嗽了几声 啥 鬼煞 你说多少条 我重复 十几条 师父沉默了一会儿 你从哪招惹的这玩意儿 我一闪身 躲过鬼煞又一次攻击 您快说吧 我要招架不住了 师父沉声道 攻击他的命门穴 把冤魂一条条逼出来 主意击破 懂了 我挂断电话 鬼煞的手掌也近在眼前 这次我没再躲了 直接迎了上去 擦着他的手掌躲了过去 然后一碗桃木剑 刺向了他的命门处 金光一闪 鬼煞凄厉的惨叫一声 一缕黑烟从他嘴里钻了出来 我眼睛一亮 当即抛出黄符 万邪浸灭 给我去 黄符追上黑烟 猛然窜起火光 黑烟在火光中浸灭 与此同时 鬼煞的身形肉眼可见的小了点 果然有用 我勾了勾唇脚 接下来 你可就别想跑了 我拿着桃木剑 在废旧厂房上下翻飞 法器评出 鬼煞的惨叫声不断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十四个 打到最后 鬼煞的身形已经与常人无异 他终于意识到了危险 不再攻击我 把腿就想往外跑 往拿跑 我伸手一抓 手指直接穿透了他的身体 抓住了他的命门 在十家三兄弟惊恐的目光中 我五指一合 鬼煞身形不停扭动挣扎 屡屡黑烟飘散 他的身形越来越淡 最后伴随着一声惨叫 完全消失不见 废弃工厂一片寂静 我深吸了一口气 拍了拍手 玩活 收工 吧 我收拾完东西 把包往肩上一甩 直接就往外走 十家三兄弟回过神来 连忙跟了上来 大师邪碎被除了 我点点头 除了 三人一听 瞬间松了一口气 石老大把手机举了起来 家人们 咱们心意大师就是厉害 这么邪门的东西都给捣定了 大家伙要不要送拨礼物支持一下 说实话 我真没见过脸皮这么厚的人 我把手机掏出来 恢复直播 大家冷静点哈 别上头 我这边直播一打开 一大波网友涌了进来 礼物特效 不要钱似的冒了出来 心意大师牛逼 卧槽 我第一次看捉鬼 太刺激了 心意大师配想太妙 两个字 牛逼 十家三兄弟眼睛都看直了 这得多少钱啊 他们是开车来的 他们把我送回到了 离家最近的路口 我把手机往前一递 外勤费 打车费 三张皇甫费 法器破损费 一共是一万三 微信还是支付宝 十家三兄弟互相对视一眼 善笑道 大师啊 您看您 因为这场直播 都收到那么多礼物了 加起来都好几万啊 我们还什么都没捞到呢 是啊 大师 要不便宜点 三千吧 好家伙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反向抹铃的 他们自说自话 眼看着就要扫码付款 我冷冷地看着他们 三千也行 三兄弟仰起了嘴角 但我的下句话 直接让他们笑容凝固 我指着石老大的后背 那你背后这只 我可就不帮你去了 你背着回家吧 石老大下的脸色煞白 见我转头要走 他顾不上别的 直接下车追我 心仪大师 救命啊 一万三就一万三 大师别走 我轻吃 早这样不就好了 他把钱一分不少的 给我转了过来 我收起手机 行了 回去吧 石老大强挤出笑容 那我背上的东西 我头也不回 只摆了摆手 睡一觉就好了 三兄弟的小声嘀咕声 传了过来 我感觉我被忽悠了 我也感觉 别感觉了 自信点 我们就是被忽悠了 就 回到家 我重新打开电脑 弹幕上还在讨论着 刚刚点废弃工厂 我看了时间 已经快到晚上十点了 可网友们依旧热情高涨 心仪大师 算命算命 一个热气球是吗 我来了 我连忙道 等一下 你们都送我 哪里算得过来 这样吧 我还是跟以前一样 发个红包 抢到红包的 给我送一个热气球就行 今天有些晚了 咱们就再算一个 又要拼手速 我去路由器旁边蹲着去 现在质疑 我的弹幕少了很多 我设置了一个红包 然后就直接发了出去 发出去的瞬间秒没 抢到红包的网友 昵称是胖头鱼 他毫不犹豫地跟我连线上 然后打开了摄像头 他面容憔悴 头发半扎在身后 看起来不是特别年轻 我问他 你想算什么 他一听我的话 眼泪就掉下来了 竟直接从椅子上站起来 跪在了地上 大师 求您救救我儿子吧 他的他撞邪了 我 眼看着我这个算命直播间 就要变成捉鬼驱邪直播间 我有些无奈 我问他 你儿子怎么了 他擦了擦眼睛 还没开口 就听见他背后的木门 传来一阵尖锐刺耳的挠门声 网友们也在讨论 小姐姐家里是养了猫狗吗 我家猫主子就喜欢这么挠门 胖头鱼神情复杂 他慢慢从地上站了起来 走到门前 犹豫了几秒后 他伸手打开了门 喵巫 怪异的猫叫从门口响起 一道瘦小的身影窜进屋里 只见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 四脚着地 跳到了胖头鱼身边 用脑袋蹭着他的腿 那神态动作 活生生就像一只猫 你们不觉得他模仿的太像了点吗 说明他有表演天赋 胖头鱼没看到弹幕 他低着头看着儿子 神色哀伤 小男孩在他腿边蹭了蹭 然后又在屋子里绕一圈 最后一蹬后腿 直接跃出了房间 两分钟后 他又回来了 嘴里叼着一条鱼 直播间里 大家都傻眼了 这鱼是生的吧 卧槽卧槽 他开始吃了 只见对面的直播屏幕里 小男孩埋头吃着生鱼 血水从他嘴角滴落下来 他一点没觉得心 仿佛在吃什么美味佳肴 吃得开心了 还发出几声咽咒的猫叫 胖头鱼再也受不了了 直接扑到了镜头前 大师 您都看到了 这不是撞鞋是什么 昨天他还趁我不注意 爬到了楼顶上 差点就摔下来了 心意大师 您救救他吧 我看着屏幕角落里 正在埋头吃鱼的男孩 眉头微皱 你把他的生辰八字发给我 胖头鱼一听 连忙打开私信框 把生辰八字发了过来 我看着他的生辰八字 掐指一算 几秒后 我抬头看着胖头鱼 你儿子什么时候开始不对劲的 胖头鱼脱口而出 三天前 我记得很清楚 那天他在外面玩 晚上浑身湿漉漉的回家 第二天就开始变得不对劲 我本来以为他是生病了 还带他去看了医生 可医生也检查不出来 他身体有什么毛病 大师 他到底怎么了 我冷冷的看着他 我只能说 你儿子变成这样 是他就游自取 十 胖头鱼震惊的看着我 弹幕也炸了 心意大师 这是什么意思 我还以为主播有真本事 没想到是个落井下石的人 人家小孩都变成这样了 主播还在这说风凉话 不合适吧 心意大师说的话 我觉得应该不会错 观望一下 胖头鱼去疯了班质问我 你胡说什么 我看向他的背后 小男孩已经把一条生鱼 吃得差不多了 此时正抬头看过来 眼睛泛着绿光 嘴角还留有鱼肉残渣 他面对着镜头微微一笑 模样甚人 我问胖头鱼 你儿子三天前 因为什么浑身湿透 他愣了一下 强装镇定 他被小伙伴推进了水里 你说谎 我直接否定了他 胖头鱼精一不定地看着我 你凭什么这么说 凭我能算出来 你儿子他到底干了什么 我盯着他的眼睛 他浑身湿透 是因为他把流浪猫扔进了池塘 为了防止他们爬上来 他在岸边死死按住了他们的脑袋 一下午 他溺死了四条猫 胖头鱼浑身一震 你胡说 我有没有胡说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淡漠地瞥了他一眼 你儿子是杀猫虐猫的老手了 你记得你还夸奖了他 夸他剥得干净 夸他是个男子汉 弹幕听蒙了 我去 这家子变态呀 搂紧了我家猫主子 那心一大师还真没说错 可不就是就游自取吗 胖头鱼愤恨地瞪着我 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他回过神 反手就要退出连线 你胡说 你污蔑我们 我不算了 你把我刚才给你打赏的钱退给我 我无所谓 行啊 反正命不久矣的人不是我 胖头鱼动作一顿 你说什么 我指着他背后 实话跟你说 你儿子不是撞邪了 是招惹上猫灵 如今猫灵附体 你要是不尽快送走他 你儿子最多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胖头鱼浑身震战 他扭头看了看神情诡异的儿子 又看了看我 半晌后 他身子一瘫 坐在地上 大师 求您救救他吧 十一 把他捆起来 用糯米堵住他的嘴 我一边说 胖头鱼一边拿笔记 你最好再借条五黑犬过来 猫灵毕竟是猫 生性怕狗 五黑犬多多少少能压制一些 胖头鱼急了 有没有办法能直接把那东西 从我儿子身体里赶出去啊 我协看了他一眼 没有 猫灵与一般鬼怪不同 他是灵物 有灵气的 要想把猫灵从他体内去除 只能等他自己心甘情愿出去 所以 接下来的这段时间 你要偿还你们坐下的孽 胖头鱼正愣的看着我 怎么偿还 好好安造那些死去的小猫尸体 尽力救助其他流浪猫 多做善事 我说的这些很容易做到 就看你心不心成了 他点点头 我知道了 胖头鱼神情恍惚的挂断了直播连线 直播间的网友们都在讨论 这么简单就放过他们了 太便宜他们了 那人一点礼貌也没有 看他的面相就不舒服 母子俩都一个德行 我看了回弹幕 左下角突然弹出来一个系统通知 点开一看 我忍不住发笑 心意大师笑什么 有什么好事吗 我摇摇头 解释道 刚刚那位胖头鱼女士 向直播平台申请了退回打赏 还举报我的直播间在搞传销 我去 哪有这样的人 气死我了 他真贱啊 亏得大师还帮他驱邪呢 我安抚道 放心 他们家那座大神送不走了 赎罪最讲究一个新城 他们心思太多 反而适得其反 网友又问 那最后会怎么样了 我面无表情道 家宅不宁 鸡飞狗跳 这是轻的 要是再作孽 可能会有血光之灾 爽 真是活该 居然被那种 人抢了心仪大师的算命机会 我恨 大师再算一个吧 我看了眼时间 现在已经快到十一点了 而且还去废弃工厂跑了一圈 我现在是真的有点累了 我抬手打了个哈欠 今天就先到这吧 咱们明天再见 十二 此时东边的一个小区里 江方一边给儿子梳头 一边重骂 狗屁的大师就知道胡说八道 还说什么猫灵缠身 我儿子这么厉害 那些猫啊狗啊的都要绕着走的 幸亏我聪明没被他骗到 打赏的钱也退了回来 小男孩扭动着身体 从江方的手下逃走 他四肢着地 跑到了冰箱面前 他用手抓着冰箱门 江方走过去 摸了摸他的头 乖儿子 今天的鱼已经吃过了 咱们明天再吃 小男孩呲牙咧嘴地看着他 嘴里发出威胁的叫声 江方仍不知所觉地摸着他的脑袋 下一秒 小男孩瞬间抱起 将江方扑倒在地 他磨得尖尖的指甲 滑在江方脸上 他的脸瞬间血肉模糊 江方惊恐地爬起来 他还试图去安抚小男孩 可根本无济于事 眼看着小男孩越来越狂躁 他惊慌失措地躲进了房间 锁进了门 门被砸得框框响 江方打开电脑 颤抖着手去搜直播间 好不容易 他找到了玄清冠心仪的直播间 可点进去一看 只有几个大字挂在那 主播已经下播了 下次记得来早点哦 他失手打破了旁边的水杯 声音又一次刺激到了门外的小男孩 他抓到门板的声音 让江方头疼欲裂 今夜注定是个不眠之夜 本文完